又快过年了是不是 今天来点食用的 过年厨房必备小技能汁 我儿子 糖霜 糖葫芦 拔丝 炒糖色 一眼看灰 道具就只需要一口锅 来糖会清水 那我先去拿口锅 熬糖的第一阶段 糖霜 首先水和糖的比例 1比1 前面先开大火 搅和的融化 放一勺油 继续不停地搅拌 要是来回不同方向的角 就能达到让糖反杀的目的 这时水熬干了 呈现密集的泡泡 加勺醋 转小火再熬1分钟关火 离火后再搅拌1分钟 静置1分钟 消泡了 倒入山楂翻拌 有点耐心的翻 就能形成挂霜了 那就能得到过年必备小吃之 糖雪球了 熬糖的第二阶段 拔丝 继续上一阶段放酥之前的状态 继续熬 呈现香油色就能拉丝了 这时倒入提前炸好的红薯 迅速裹上糖浆 就能做成过年饭桌上 孩子们必抢的 拔丝红薯 或者拔丝香蕉了 熬糖的第三阶段 琉璃 继续上一阶段继续熬 搅和成更密集的泡泡 就可以裹山楂了 只裹上面那层泡泡 因为液体糖会烫坏山楂 这样就能得到 很有过年氛围的 冰糖葫芦了 熬糖的第四阶段 炒糖色 继续上一阶段继续熬 呈现焦糖色 就不能再熬了 会苦 这时加开水进去 千万不要加凉水 会崩油 再熬两三分钟 有点浓稠了 就是炒糖色了 可以拿它做糖醋排骨 红烧排骨 红烧肉之类的 这样做出来色泽红润 比饭垫的还好吃 这么一看 是不是巨简单 掌握这些 过年你就可以露一手了